就是完成好了 最後就是清除,考評 底下就貼了 所以貼也沒有什麼樣太複雜的地方 但是就是記得你貼的時候 一定要記得不要貼錯 就是說你貼的時候 一般我的習慣是這樣 就是先選這邊 然後把這個選上面按右鍵複製 然後這邊要記得要清除取消 不然如果你這個時候切 切不過去Visual Basic 一定要記得取消 然後再切過去 直接就把它貼上去就可以了 貼的話也不要貼錯 所以你說這其實也沒有太複雜的動作 就是要可能每個地方那個步驟 記得就是說有些地方不要做 所以有點像機械化的動作 所以有七個欄位 變成你要總共要貼七次 那一般我的習慣就是先貼再改 那貼的話就是要先把這些公式 通通把它貼上 那改的話你其實改一樣就是 把裡面的該改成I的部分改改看 那當然如果你可能不確定說 哪個地方要改I的話 其實你可以先執行 執行完之後也許你大概就會知道說 哪個地方應該要改成I的啦 所以這邊這個公式 記得你複製的時候 記得也不要省略掉等號 因為我之前為什麼奇怪 同學就很喜歡把等號拿掉 其實這個東西差一個符號都不行 所以記得反正就是照標準化步驟 那執行完畢之後當然現在一定會出錯 那出錯你可以先執行看看沒有關係 那當然B欄應該沒錯 可是D欄有錯 為什麼因為它全部都是A3 所以記得一樣 這個改的方法跟剛剛B欄一樣 所以我的習慣是這個3 其實可以用這個雙引號到雙引號取代 所以有時候還更偷懶 可以直接把這個雙引號到雙引號 選起來複製貼到A3的這個3 把它貼上就可以 然後這個A3這邊也是一樣 這個應該都得一同啦 然後這個應該是F3 不過F3、G3、H3 所以我的習慣還是什麼 把這個3選起來貼 應該會比較快 只是說你不要貼錯了 G3、3選起來貼 因為這樣的話 理論上比較不容易做錯 所以可能要 程式我就覺得要寫的好了 其實也沒別的訣竅 就是不要寫錯 那這邊的話一樣I3貼上 然後J3一樣貼上 所以其實好像貼上比較快 不然的話你要自己改光改I 改半天 那最後的話就是這個M3 把它貼 好 大功告成 我試試看 應該理論上應該沒有問題了 把它執行看看 所以理論上如果你先執行清除 清掉了 OK 然後再執行什麼 這個結果 執行 看一下 然後游標再自己再把它點進去看看 公式沒錯 下一個對不對 也對會變 OK 那變的地方其實就是F3變F4 G3變G4 然後一時類推 然後這邊也是看看會不會變 會變那沒錯 這個會變 也OK 這個也OK 那表示就完工了 所以其實好像也沒做太多事情 基本上就是複製貼上 然後還有一個地方 這個I 本來A3 你要把它改成I 那改變要改滿多地方 所以我自己個人習慣 還是用貼的方式 會是最 但你貼特別特別要小心 只要不要貼錯 程式很順利的 就可以執行完畢了 OK 那最後的話呢 那就要把這兩個SUB變成兩個按鈕 OK 所以如果你要把兩個SUB變成兩個按鈕的話 那接下來的話就是說 我要在這邊插入什麼 插入按鈕 那哪邊可以插入按鈕 還記得吧 一樣開發人員 VIO Basic的右邊右邊右邊 這邊有個插入對不對 點下去就有按鈕 你就把這邊畫兩個按鈕出來就OK 那我們來試一下 插入有沒有 這邊左上角有個按鈕 然後呢 我習慣是在旁邊拖拉 那大小你自己決定 任意大小 然後放開之後 他會問你說那你要哪一個 我要考頻 然後並且把考頻這兩個字複製一下 確定 好 這樣就會執行 把考頻兩個字呢 貼到按鈕1上面 然後呢 清楚的話 我習慣是拿這個考頻複製 貼到底下 因為這樣按鈕才會一樣大 當然你也可以重新再插入一個 只是說按鈕要調一樣大比較難 所以我一般是從考頻複製 然後貼上之後呢 再把底下的按鈕 重新指定它的聚集 叫做清楚 再把名稱重新再改為清楚 OK 這邊的話就改成清楚 貼上就可以了 好 這樣就完成 所以今天的作業 其實就是把七個欄位的公式先做出來 再把它變成兩個按鈕VBA 其實效果就OK啦 所以清楚看看 有了 考頻 就這樣子 所以最後的話 最後的話你就把這個存檔 上傳到作業區就可以 但是存檔的時候 記得這個不要直接存檔 記得要另存新檔 因為直接存檔它好像會出現這個 因為預設的檔案格式是不能存VBA的 它會跳出 你是不是要存沒有聚集的活業部 你是不是要把VBA程式刪掉 你剛剛寫的要刪掉 如果你按4就GG了 OK 所以記得按4 然後呢 直接瀏覽的時候呢 把這個存檔類型改成什麼 啟用聚集的活業部 記得繳交的時候一定要有那個 有那個 就是啟用聚集的部分 不然的話你繳交過來的東西 變成你VBA的部分就是白寫了 除穿 這樣的話基本上就完成 OK 完成這個我們作業的繳交 當然未來我是建議 各位還是要把這個部分好好學習 因為效率才有辦法提升 那現在有個比較夯的話題 就是說現在AI也可以寫程式 所以其實你們不妨可以試試看 像有個很夯的話題就是用那個什麼 用那個CHARGBT有沒有 可以寫程式 然後我也試了一下我發現 他能不能寫程式呢 所以我發現他真的可以寫 但是他寫出來程式 也不算爛爛的 他寫的就是太繁雜了啦 所以我剛剛有下了一個 請幫我寫一個人事考評的 Excel VBA的程式 他真的就寫出來了 他能不能亂我不知道 反正我覺得他已經很厲害了 雖然可以寫 但問題你要能夠用 然後甚至你要瞎寫個報告 他也可以寫 那當然CHARGBT如果各位有興趣的話 其實也可以在上面 不妨可以問他 我覺得他比Google還厲害 因為Google好像有時候給你一些 你不需要的東西 但是CHARGBT感覺他會 至少會幫你篩選過 那CHARGBT 其實網址還蠻好記的啦 就是什麼 CHARGBT 其實你如果要到CHARGBT 你就打一個CHAR CHAT 後面點OpenAI.com 就可以進來了 進來之後他會需要你登錄 你可以用Google帳號登錄 登錄之後你就可以打問題了 他會馬上回答你 但是我建議啦 我覺得他比較厲害的是 問他程式相關問題 還蠻厲害的 但是如果你問他感情問題 可能我覺得他就不太行 你會問他說 什麼 你可以問他一些其他 我覺得他蠻好玩的 你可以在上面talk 問他 比如我剛才有問他說 底下問他 請幫我查詢 原志大學吳清輝老師的評價 他說 我是一個人工智能 無法針對某個 某個人評價 評價主觀 所以他其實也沒有回答到 OK 但我查別的關鍵是他好像有幫我查出來 但是他每一次查的結果都不太一樣 然後請幫我查詢原志大學的評價 其實他蠻正面的 他原來台灣排名前100大學之一 有沒有OK 然後教學品質不錯 不知道他這個哪邊抄的 所以 那我也試過 到底去IGBT有沒有辦法幫你寫一篇報告 我覺得他是可以 而且寫出來的報告內容 好像甚至比你們寫的好像還要更厲害 OK 你們也可以試試看 現在這個話題還蠻夯的 我發現好像任何 任何領域的都有在這上面 利用CHARGBT幫忙問一些東西 所以建議各位不妨可以玩玩看 搭一下這個 這個話題 畫面再還給各位 請各位今天的作業基本上 就是把這兩個按鈕做出來 畫面先還給各位